电影鱼呢,鱼里解忧,大家好,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祝根夫的人性恐怖漫画《恋人小岛》 故事开始,一位穿着红色套装的妹子被冲到了一座无人小岛 起来后,她什么都想不起来,貌似是失忆了 然后她就朝着树林里呼喊,有人吗? 喊了几声,无人应答,妹子就放弃了 紧接着,妹子发现一条犀牛 犀牛非常甘甜,妹子就大口大口喝了起来 这时,一位蓝色套装的小哥从树林中走了出来 突然看到的人,妹子被吓了一跳 小哥急忙解释,不要怕,我不是坏人 我和你一样,也是被冲到这座无人小岛的 见妹子的情绪稍微缓和后,小哥就问妹子 你还记得你是怎么来这座小岛的吗? 妹子摸着头回答,不知道,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然后小哥也摸着额头说,他也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感觉大佬被什么东西占满了一样 不过小哥让妹子不要惊慌 也许这座小岛还有其他人 结果两人在小岛上逛了一会儿后,什么都没发现 毕竟这个小岛还是有点大的 这样喊下去也不是办法 于是小哥就来到了山顶 用钻木取火的方式升了篝火 看着滚滚白烟直冲云霄 小哥非常得意,可以了 如果这座岛上有其他人,一定会看到这个烟雾的 这时,妹子的肚子发出了咕咕的声音 看来他饿了,刚好附近有几棵椰子树 小哥就像猴子一样,嗖的一声爬到了树林 帮妹子摘了几棵新鲜的椰子 吃饱后足后,两人又回到了山顶的篝火旁 看来这里又作为他们暂时的庇护所了 第二天一早,妹子醒来后,发现小哥不见了 妹子很担心,急忙去寻找 最后在树林中找到了小哥 看到他正在砍树,妹子很诧异 就问他在干什么 小哥说早上醒来后,我想到树林里找点椰果什么的 结果就发现了一把斧子 所以我想砍几棵树,做个木筏 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得知小哥在做木筏,妹子非常高兴 这时,妹子发现旁边的椰子树上挂着几棵椰子 咦,这不是昨天那棵椰子树吗 居然又结果了 小哥也感到很诧异,难道这座小岛上面的植物生长得比较快吗 几天过后,小哥的木筏还在修建中 不过小哥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妹子什么忙都不帮 就这样坐在这里 面对小哥的指责,妹子就解释 自己什么都不会,不知道该怎么帮忙 然后小哥就很无语 不是所有的事情天生就会的 一言不合,两人就吵了起来 最后小哥超不过妹子 他就将腹子一扔罢工了 见小哥真的生气了 妹子只好试图搬运木头了 但木头真的太沉了 他根本就搬不动 过了一会儿,天空中下起了大雨 于是他们就躲进了一个山洞里 然后小哥就让妹子别生气了 刚刚是他不好 不过小哥有信心 一定可以带妹子离开这里的 说着,两人就依偎在一起 雨过天晴后 小哥的木筏也终于做好了 于是两人一起登上了木筏 准备顺着海牛离开这里 结果木筏行驶的没一会儿 就遇到了一个超大的漩涡 由于妹子没有抓紧 很快就被甩出了木筏 就在妹子沉入海底的一瞬间 她的脑海里突然闪现过一位白衣女子 画面一转 妹子再次被冲上了小岛 过了一会儿 小哥也从树林里跑了过来 妹子很诧异 你怎么也回来了 小哥说他也不清楚 就是记得进入那个炫雾的一瞬间 自己就晕了 等醒来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又回来了 然后小哥还说 他刚刚发现了一个地方 那里有很多果子 说着小哥就带着妹子 来到一棵苹果树面前 这棵苹果树长得非常茂盛 上面结满了果实 看着这诱人的果实 小哥和妹子都忍不住啃了一口 好久都没有吃过如此甜的食物了 小哥和妹子都沉浸其中 随着甜蜜的气氛 一点点发酵 小哥就向妹子告白了 然后两人幸福地相拥在了一起 就在这时一只小红蛇趴在苹果树上 注射着这一切 第二天一早 妹子醒来后 发现小哥又不在了 妹子怕小哥被小岛上面的什么猛兽叼走了 急忙去寻找 结果在几颗岩石后面找到了小哥 而小哥正趴在地上吃着罐头 妹子整个都懵了 你在吃什么呢 仔细一瞧 小哥居然在吃猪肉罐头 妹子非常气愤 大声质问小哥 这些罐头哪来的 小哥急忙回答 我是在那边草丛发现的 我正准备告诉你的 不过看你睡得正香 所以没忍心吵醒你 说着小哥就带着妹子 来到了一个集装箱面前 而这个集装箱里面装的不止猪肉罐头 还有一些生活物资 帐篷什么的 不过妹子还是很生气 她觉得自己如果没有发现小哥偷吃的话 小哥也许就不会带自己来这里呢 小哥笑着解释 你怎么这样说我呢 我是那种人吗 打好帐篷后 妹子就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你不觉得奇怪吗 为什么我们刚逃出去就遇上了漩涡 而且这岛上还有这些不羁品 这就说明有人不想让我们离开这里 面对妹子提出的问题 小哥也想不明白 不过他有信心一定能离开这里 在这个岛上生活了一个月后 妹子和小哥的感情也出现了一点问题 比如妹子想喝椰子了 让小哥给摘一个下来 小哥就非常不情愿 就算摘了下来 小哥也难得帮妹子打开 而是让妹子自己想办法 看来小哥已经厌倦妹子了 天天面对这一张脸 小哥感觉有些厌烦了 这天晚上 小哥偷偷离开了帐篷 而妹子察觉到了 就偷偷跟在小哥身后 最后 小哥来到了树林 开始疯狂的伐木 妹子非常疑惑 他这是在干什么 难道在做木伐 可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是不是想给自己一个惊喜呢 几天后的一个脚上 妹子被鸟叫声吵醒了 起来后 妹子发现小哥又不见了 此时天空中有一群鸟正在盘旋 而这个场景 让妹子想起了 小哥带着自己 离开小岛的那一天 妹子感觉情况不对 急忙跑到了岸边 结果就看见小哥 一个人划着木发 准备离开小岛 妹子非常气愤 问小哥在干什么 为什么要把自己丢在这里 而小哥一句话都不说 闷头划着他的木发 这一刻 妹子十分崩溃 果然男人就是大猪蹄子 没有一个好东西 就在这时小哥再次遇到了漩涡 看见小哥给细静的漩涡里 站在岸上的妹子忍不住笑了 死渣男活该 没一会儿 小哥就被冲上了岸 看着还有冲过来的猪肉罐头 妹子就更加气愤了 你这个死渣男太可恶了 居然将所有的罐头都带走了 你是想让我死在这座岛上吗 说完 妹子就将罐头捡回了帐篷 并且还扬言 这些罐头都是自己的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小哥居然爬了回来 并且还卖惨 说自己的腰好像断了 而妹子立刻就心软了 想帮小哥看一看 腰是不是受伤了 小哥则大声喊道 别动好疼 接着小哥开始要求妹子 说他好饿 想吃一个罐头 妹子没有半点迟疑 急忙给小哥拿了两个罐头 一口气吃了两个后 小哥没吃饱还想吃 而妹子则表示 罐头不多了 要省着点吃 然后妹子问小哥 要不要扶你进来休息 结果小哥表示不用了 他想在外面待一会儿 妹子在帐篷里休息一会儿后 就开始担心小哥了 刚刚是不是自己太狠心了 要不再给他拿一个罐头吧 说着 妹子拿了一个罐头出来了 然而小哥却不见了 原来小哥真的论了 他见到妹子不给罐头 就一个人跑到苹果树下 吃起了苹果 而且他的腰根本就没有受伤 只是装出来 博取妹子同情的 就在这时 他在苹果树后面 看见了一位白衣女 这位白衣女 长得非常漂亮 小哥一眼就喜欢上了她 小哥问白衣女 你是怎么来的 白衣女却深情地 看着小哥说 是你把我带来的呀 我只存在于你的意识里 此时两人的眼神 越来越暧昧 苹果刷刷刷地 就从树上掉了下来 白衣女就告诉给小哥 小岛已经开始慢慢崩坏了 说完 白衣女抚摸着小哥的脸庞 让小哥好好的看着自己 这边妹子也发现了 小岛有些不对劲的 海面变得异常平静 岛上的植物也开始枯萎 就在妹子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一条红蛇出现在妹子面前 红蛇看着妹子一眼 并带着妹子来到了那棵苹果树 此时那棵苹果树已经彻底枯死了 果实也都赶扁得不成样子 就在这时 妹子撞见了小哥和那个白衣女 他们俩紧紧地抱在一起 看起来十分亲密 渣男就是渣男 不管发生什么 他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妹子冲着小哥骂了几句就逃走了 等小哥追过来的时候 妹子已经将帐篷和罐头都带走了 然后白衣女就提醒小哥 现在整个小岛的植物都枯萎了 不会再提供任何食物 接下来你该怎么办呢 而小哥紧紧握住了拳头 一声不吭 这边妹子躲进了一个山洞里 她不想再见到那个渣男了 所以面对小哥的呼喊声 妹子也没有应声 就这样 妹子靠着仅存的罐头 在山洞里生活了差不多二十多天 等最后一个罐头吃完后 妹子终于走出了山洞 此时整座小岛的土地干裂了 树木都枯萎了 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 妹子心想 那个渣男应该已经被饿死了吧 或许应该给他留一些罐头的 就在这时 妹子被一个东西给绊倒了 爬起来一瞧 妹子吓坏了 因为刚刚绊倒自己的东西 居然是白衣女的头颅 恋人小岛上级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白衣女是怎么死的呢 那个渣男是否被饿死了呢 请小伙伴们继续关注小佑的视频 上一集我们讲到了 妹子的罐头吃完后就走出了山洞 此时小岛上面的植物全都枯死了 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 就在妹子想 那个渣男有没有被饿死的时候 妹子突然摔了一跤 爬起来后才发现 绊倒自己的居然是白衣女的头颅 紧接着那个渣男就出现了 看见渣男踢了一把斧子 神情呆滞 妹子忍不住问了一句 那个白衣女怎么死的 为什么只有一颗头颅 渣男则淡定地回答 你很快就知道了 说着渣男一步步靠近妹子 并举起了手中的斧子 妹子一声惨叫 吓得撒腿就跑 但这座小岛就只有他们两个人了 不管妹子藏到哪里 渣男很快就找到了 在一棵树根后面找到妹子后 妹子非常恐惧 不停地哭泣 渣男一边帮她擦眼泪 一边笑着说 你哭什么 我又不会杀你 妹子战战畏畏地说 是真的吗 当然了 不过为了防止你以后再离开我 我要砍掉你的两条腿才行 说着渣男再次举起了斧子 随着一声惨叫 妹子从一台仪器中醒了过来 而渣男也躺在这里 看见妹子不停地尽叫 在场的工作人员 都齐刷刷地看着他们 然后渣男冲着妹子喊道 莫妮卡你还好吗 原来这个妹子真名叫做莫妮卡 而莫妮卡似乎还是很恐惧 没有从刚刚的情绪中走出来 她吓得再次逃跑 最后莫妮卡逃到马路上 被一辆无人驾驶的小车给撞死了 在场的人们全都吓坏了 原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人们对婚姻的质量要求也在逐渐提高 然后一家科技虚拟公司就研发了一个项目 他们建立了一个虚拟的空间站 可以将一对情侣的意识粘结在一块 这个项目就叫做念人小岛 临近意识的两个人将要在这个虚拟空间里生活三个月 以此来推断两个人在婚姻中是否合适 而虚拟空间的三个月在现实世界中只相当于三天的时间 所以说莫妮卡和渣男本来就是现实世界中的情侣 他们俩快要结婚了 所以就来体验了这个念人小岛 结果没想到的是在虚拟小岛生活三个月后 莫妮卡知道自己的男友居然是个彻头彻尾的渣男 所以当莫妮卡从小岛出来的时候 她还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或者说她还没有从恐惧的情绪中走出来 最终酿成了悲剧 发生了这种事情后 念人小岛的项目就被叫停了 而渣男失去的女朋友 她非常伤心 准备控告这家虚拟公司 新闻发布会上 记者们非常好奇就采访渣男 请问你们在那座小岛上的三个月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为什么莫妮卡醒来后会情绪失控呢 没错 所有的客户在虚拟小岛上面 发生的事情都属于个人隐私 虚拟公司不得监视 所以没人知道莫妮卡和渣男 到底发生了什么 面对记者的提问 渣男就淡定的回答 我们在那座小岛的三个月 非常幸福 每天都过得充实而开心 可是回到现实却 说到这里 渣男就假装哭了出来 这边虚拟公司的老板有些慌了 如果渣男真的起诉的话 公司就完了 于是老板就质问工程师阿子 你不是说这是一个赚钱的项目吗 怎么会搞出人命 阿子笑着说 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不过我已经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了 说着 阿子就播放了一段视频 正是渣男和莫妮卡 在恋人小岛上面生活的画面 老板有些懵 你怎么监视呢 他们 这可是犯法的 结果阿子却说 我没有监视他们啊 这是我虚拟世界的画面 原来当天 莫妮卡和渣男 连接虚拟小岛的时候 阿子也让同事帮自己一起连接上了 而阿子的意识就是那条小红蛇 他一直在暗中观察着莫妮卡和渣男 还有 恋人小岛上面 那个勾引渣男的白衣女 其实也是阿子安排的 只不过白衣女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人 而是阿子创造的一个AI虚拟人 更厉害的就是 当渣男遇到白衣女的时候 阿子就让同事偷偷将渣男的记忆给启动了 也就是说 在那一刻开始 虚拟世界里的渣男是有记忆的 尽管这样 渣男还是本性难移 做出了对不起莫妮卡的事情 工程师阿子 为什么大费周章做这些事情呢 事情要从他的女儿小小子说起 原来渣男的上一任女友 正是阿子的女儿小小子 和渣男交往一段时间后 小小子就发现渣男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混蛋 他偷盗 抢劫 飙车 什么坏事都做 并且渣男没事做的时候 就喜欢欺负高架桥下面的那些流浪汉 尽管这样 小小子还是深深迷恋着渣男 后来阿子知道女儿交往的是这种人后 就让他和渣男断绝来往 但女儿不听 并说自己已经爱上了那个渣男 想要和他一辈子 阿子很不理解 想要和女儿好好讨论一下 什么男人值得信任的时候 小小子却立刻反驳母亲 你就别说大道理了 你也不想想自己失败的婚姻 凭什么说我 你整天就知道做实验 有真正的关心过我吗 如果你真的有本事的话 就去做一台机器 证明他是渣男啊 说完 小小子就离家出走 搬到了渣男的家 而渣男也向小小子保证 他会永远爱小小子 会照顾小小子一辈子的 结果娘人住了没几天 渣男就开始对小小子拳打脚踢了 因为渣男的钱用完了 他想让小小子回去和母亲拿 但是小小子决定自力更生 不再依靠母亲了 见小小子不顺从自己 渣男就掏出了手机 强行让小小子问母亲要钱 情急之下 小小子咬了渣男一口 然后吓得逃离了这里 但渣男怎么会轻易放他走呢 最后经过一番追逐后 渣男将小小子闭上了一个悬崖 画面一转 阿子接到电话 说女儿出事了 等阿子赶到现场的时候 女儿冰冷的尸体 刚从海里打捞了起来 而渣男也在这里 他装作一副很可怜的样子 并向警察解释 他骑摩托车带小小子的时候 由于弄面打滑 不小心冲到海里去了 而阿子的直觉告诉自己 一定是渣男害死女儿的 他想要警察继续调查渣男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事故 但警察表示 虽然小小子身上有伤 不过单凭这点 无法指控他杀人啊 警察说要证据 那就只能自己创造证据了 于是阿子就换了一身打扮 将自己变成了小小子的模样 开始调查渣男了 很快阿子就了解到 渣男经常流连夜店 短短几天的功夫 渣男就又交往了一个女朋友 莫妮卡 这个莫妮卡是个富二代 所以渣男对他百依百顺 毕竟只要娶莫妮卡 渣男就能躺平了 然后阿子就想到了一个计划 一个证明渣男就是渣男的计划 于是阿子就联系了一位大老板 并开发出了这套 念人小岛的项目 随后阿子就让同事 偷偷接近莫妮卡 并向莫妮卡介绍公司 最新的产品 念人小岛 毕竟莫妮卡是个富二代 她也很想了解一下 自己的男朋友 到底是爱自己 还是爱自己的钱 于是莫妮卡 很快就签订了这个项目 当莫妮卡和渣男 进入虚拟的念人小岛后 阿子也跟了进来 并把意识 投射到了一条小红蛇上面 就在渣男和莫妮卡 在小岛上面发生矛盾 闹得不愉快的时候 阿子在让同事 启动了渣男的意识 并且还放出了 小小子的虚拟投影 看到是怒怒的小小子 渣男一开始有些懵 等记忆全速恢复后 渣男就想起来了 这里是虚拟世界 然后小小子开始质问渣男 我是怎么死的 你快告诉我 渣男心想 反正这里是虚拟世界 说出来也不会有事 于是就笑着说了出来 怎么了 是我害死你的啊 我将你推下悬崖后 再故意制造出 骑摩托车跌入海里的意外假象 但那又怎么样呢 你已经死了 而且这里是虚拟世界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说完渣男就捡起斧子 朝着小小子 哄哄劈了下去 当小小子倒地的一瞬间 他的模样就变了 又变成了那个白衣女 就在这时 阿子冲了过来 因为他得知真相后 实在气不过 就冲过来 咬了渣男一口 不过最后 还是被渣男一斧子劈死了 阿子离间后 渣男和莫妮卡 仍在虚拟世界中 直到20分钟过后 莫妮卡和渣男 一起醒了过来 然后就是莫妮卡 惊恐地逃出了虚拟舱 被无人驾驶的小车给撞死了 接下来时间线回到现在 渣男在接受完记者采访后 他的情绪非常激动 那家该死的虚拟公司 把我的摇钱树给害死了 我一定要起诉你们 给我一笔巨额赔偿 然而第二天一早 电视里就播报了一条新闻 说是虚拟公司事件 有了新的转机 电视台收到了 虚拟公司的一段录像 而这段录像 正是小小子 证问渣男自己 是怎么死的那一段 就这样 那段渣男认罪的视频 被电视台公布于众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他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大渣男 看到这个新闻后 渣男整个人不好了 他怎么都想不通 这段视频是谁流出来的 最后电视台的主持人 告诉民众们 这段虚拟空间的录像 虽然还无法作为 有效的证据 不过警察已经重新 启动了小小子的案件 相信真相 马上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但同时 虚拟公司也将面临 泄露隐私的诉讼 得到这个结果 阿子十分满意 也算给小小子一个交代了 画面一转 阿子来到了 莫妮卡的墓碑前 给莫妮卡 献上了一束鲜花 恋人小岛的故事 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鱼娜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histories